你拍我怕吗 报警 李亚鹏在泰国机场遭遇的事件已经过去了五天 但是对于女儿所受到的惊吓 李亚鹏依然感觉心痛 面对客串记者的搜狐总裁张朝阳 他还透露了许多视频之外的细节 他那天其实我真的心是很痛的 那个抱着孩子的那个那是我的母亲你知道吗 六十多岁 我们出了机场他抱着女儿就往前走 我说妈你赶紧就悄悄的走 因为大家可能还一下反应不过来 注意力还在我们这边 然后我就看有两个记者追过去 李亚鹏说其实在他的恳求之下 在场的三十多家媒体都没有再追出去 但香港忽然一周的两位记者却不依不饶 追着他的老母亲跑了五百米 泰国机场很大的 你知道追了全部一共到五百米 我妈六十多岁 抱着我女儿两岁 当我也追到跟前的时候 我妈是被他堵在一个 就是那个机场的玻璃幕墙 就是用身体这样挡着 因为没办法吧 他也跑不动啊 他也跑不过人家 所以已经是被开了一路 镜头已经顶到小孩头上了 你当时怒火中烧 我坦白讲 就是那个视频可能是中间的一段吧 可能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我也好 那个记者也好 都会都比那个真实都比 都比这个视频要做得更 更过分一点 他更过分 我也正过分 我也承认 事情发生后 泰国警方迅速介入 当时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李亚鹏还是瞒着王妃和母亲走进警局 最终双方握手迎合 李亚鹏表示 对于自己打架动粗的行为 他当时就心存愧疚 因此道歉也非常有诚意 我第一句话到了家 我就跟童童和楚楚说 我说 那个爸爸不对啊 因为他们俩是看着我个人打架 我说 我说那个 这个打架是不好的 我说那个 我跟你俩说对不起 所以 所以这个对不起 也不光是说给我的女儿和侄女儿 我也是说给公众的 整个访谈过程 女主人王妃都没有亮相 但面对记者张朝阳 李亚鹏还是大方的谈起了 已结婚三年的爱情 那你 你谈谈这个王妃为什么可爱 为什么吸引你 怎么看这个 刚才这个 真的不知道 我反正是 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喜欢他 这是正话 如果在我的眼里 就是他是一个天后的话 对 我们为什么要去恋爱呢 那这种心理的落差 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不管你是天后也好 你是一个 我的公司的一个女职员也好 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这话呢 说出来呢 我不知道百分之一的人相信 正如李亚鹏所说 王妃在娱乐圈以天后著称 外人多半觉得 身为天后的丈夫 压力一定非常巨大 但李亚鹏表示 他们夫妻俩对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 那王妃同志就是一个天后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能把他抹杀掉呀 那作为他的一个丈夫 我这个丈夫确实没有这个妻子更有名气 这就是一个事实 这没有什么可避讳的 你说我跟我老婆开玩笑 说 我说我唯一 我说比你强的地方 就是我老婆比你老公有名 这我们俩自己的一个玩笑 采访结束时 李亚鹏踏上他的滑轮车出去办事 他笑称这是他在小区里的交通工具 而这两天他正给家里添置家具 因为他准备把90多岁的爷爷 接到家中一起看奥运 到时在这庄幽静的别墅中 就会出现四世同堂的温馨场面了 行与乐再见